朝南 這邊是東邊 這邊是西邊 考訣是坐北朝南 左東右西 南哥比較大呢 東家 黃東 古東 東比較大 電東 東家比較大 客人呢 西席都在這邊 對不對 也有個專業就是專門看 門當戶隊的軍軍小姐還有公子 年齡相當的 到四分年齡 那個沒人就會出現了 第一個就是門當戶隊 第二個呢 要合八字 如果八字都還沒一撇的話 什麼都不要談 然後八字也合了 結果呢 想來面試 面試了 沒人會戴著那個男主角 那女主角呢 有沒有辦法寫參與考試呢 不能拋頭露面啊 但是啊 端個查出來 假裝 對 假裝 彼此打個照片嘛 對不對 看著順不順眼 不能交談 對不對 也不敢正眼看 對不對 女主角當然很關心 對不對 女主角要收了 奉了查也不能坐在旁邊 對不對 隨身丫鬟 帶離現場呢 那可能會躲在那邊 看一下 跟她談吐 橘子 對不對 在這邊聽不到聲音 整個又倒回去 這邊死了 好累 隔牆 這聲音很重要啊 你知道廣播節目的聲音最漂亮是 有位李先生還記得嗎 李記準 李記準 沒有名詞 叫做 天曬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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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然後送課走了對不對 媽媽就會 後來還會來收 假裝看一下 放把紅包 對不對 沉不沉也不一定對不對 那媽媽就會問女兒 今天這個某某人來 你覺得印象怎麼樣 她會說yes or no 如果她要說no的話 怎麼會表達呢 女兒年齡尚小 媽媽就懂了 那如果喜歡 尬也可以說yes嗎 不行 就跟媽媽說 一切跌兩週 好笑 這麼含蓄啊 對 我們講話講稍微 好趣一點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